惭愧下语学生 敬书 向师父上人 父母 老师们 及所有国内外的同学 汇报自己 学习传统文化 三年来的 粗浅的心得体会 此次汇报 特为纪念父亲初出家 为报 父亲养育 教育深恩 也为报答 师父上人 慈悲教育所写 惭愧学生敬书 今年二十三周岁 来自辽宁省大连市 2012年2月份 遵从父亲的教导 毅然放弃了 美国纽约州 伦斯勒理工学院的学业 回家 跟随父亲学习中华传统文化 2013年 开始先后跟随两位老师 在寺院道场 及传统文化团体中 修学 在此过程中 逐渐反省到 自身诸多不良习气 并努力对质 三年中 一路走来 从不接受传统文化 到发心 一生 励志学习 并弘扬传统文化 学生心中 感触很深 甲 稀有因缘 性文正法 甲一 父亲修学 领儿入门 承蒙祖先的护佑加持 父亲 在遭遇祖父去世的悲痛 经历脑血栓的病苦 折磨后 2011年3月份 有幸聆听到了 师父上人 在和谐拯救危机中的开示 从此 父亲对中华传统文化 便升起信心 并在生活中落实 弟子归 父亲 父亲2008年患脑血栓 暂时调离了单位主任的高薪职位 过去 在职场上 与他往来的一些企业董事长和政府官员 便和他断交 从此父亲得以亲近的在家修养身体 据母亲回忆 父亲听到师父上人的开示 在电视前 在电视前 对师父就顶礼 膜拜 痛哭流涕 当即决心断婚吃素 而后又断烟 而后又断烟断酒 在家修养身体肯复 难能可贵的事 到祖母家 为祖母做饭 按摩 对所有家人和亲戚都关心被治 父亲便得慈爱恭敬 言语柔和 笑容真诚 为家庭重拾了幸福 在日常生活 修学中 父亲真正做到了断烏修善 立行圣教 令家人及周围亲友 对他赞叹不已 比起父亲 学生惭愧 万分惭愧 学生过去是一个典型 崇洋媚外 盲目追求名利 享乐的青年人 从小就学了很多才艺 留美期间也获得了几个奖项 并且优先被一所美国理工民院录取 那时的自己 不晓得这一切都要感恩父母老师 反而被名利和欲望的满足感所张毙 轻慢父母和同学攀比竞争 更对传统文化 更对传统文化吃之以鼻 父亲不忍心 女儿再堕落下去 在电话中 苦口良言的劝说我 要学习弟子归 甚至那年圣诞放假回家 父亲痛哭流涕地劝导学生 说他很后悔 祖父生前 对祖父忤逆不笑 而奉劝我 不要重蹈覆辙 悔恨终生 学生一念良知 被父亲唤醒 遂放弃学业 成就了回家和父亲 共同修学的姻缘 父亲的老实真干 令我敬佩 而后学生才愿意 接受传统文化 正如论语中 夫子有言 其身正 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 虽令不从 教语就是上所施 下所孝 父为君 子为臣 一家之君 做出榜样 儿女必然其耳效法 甲二 名诗指点 断移起信 学生根性漏裂 当时不能像父亲一样 完全相信师父上人的教导 但是当听到师父上人讲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 汤恩比教授 曾经在展望二十一世纪中发表过一句至理名言 要解决二十一世纪社会问题 只有孔孟学说和大成佛法 师父上人的开示也被实际验证了 二零一二年夏天 哈佛大学商学院的一位美籍教授 再次来到家乡 拜访父亲时 他困惑地说 现在 美国大学教育出现了很多问题 例如 他发现 学校传授的学术理论 是不能解决 也避免不了金融危机的 他认为 现阶段企业管理和社会各阶层 更需要的是伦理道德的教育 听了教授的话 学生很震惊 父亲点点头 表示很赞同他的话 随即赠送了他两本英文版的经典 一本《弟子归》 一本《了凡四讯》 他很欢喜地带回了美国 从此 学生便放下英文教科书 开始学习中华文化 一来 被父亲的转变所感动 惭愧自己的德行犹如祖先 二来 惋惜自己作为中国人 没有学习过传统文化 留学期间 作为学校学生会成员 没做好榜样 眼睁睁地看着中国留学生 因缺少道德素质的作风 在学校被公开批评等等 学生遂直下承担 开始主动学习传统文化 随着修学进展 不断地断移生性 后来 父亲又带学生到大马文化教育中心 参学做义工 2013年 学生以及家人 在网络上全程聆听了师傅上人 蔡老师及各界大德老师们 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总部的精彩演讲 同年 学生又跟随香港佛陀教育协会 到斯里兰卡 倾听师傅上人讲经说法 师傅上人的弘法足迹 足以证明全世界都急需传统文化的教育 他绝非迷信 而是古今中外最有智慧的教育思想 以断恶修善知恩报恩 以一回归孝道恢复家道 学生从初中开始就和父母产生了隔阂 高中留美后更不愿主动和父母交谈 每当父母很牵挂我的生活状况 在电话中对我虚寒问暖 给予我一些教导时 自己都很不耐烦 甚至在择校和择业的问题上 和父母在电话中争吵不断 不仅如此 后来连父母的电话都不想接 那时一心想留在美国生活 和父母断绝往来 蔡老师讲课时说道 现在很多父母辛辛苦苦栽培孩子 甚至送到国外去留学 有些孩子一去就不回来了 那真是父母会气得吐血 当听老师讲到这里时 学生同时联想到 父亲对祖父的过世充满了内疚 便潸然泪下 惭愧不已 《无量寿经》上讲 不孝父母 清漫师长 今世为恶 福德尽灭 寿命终尽 助恶绕归 父亲过去患脑血栓 已经验证了 不孝父母 现生就会得到果报 所以 父亲才痛定思痛 断恶修善 不仅如此 如经上所讲 不孝父母之人 死后也将堕到万劫不复之地狱 学生终于有所警醒 决心回归 父子有亲 尽心尽力 侍奉父母 2012年9月份 学生辞去工作 在家中 护持父亲休学 父亲每日都有休学定课 雷打不动 母亲是公务员 每日还要上班 学生则承担起所有家务事 过去家里都是母亲或者故人做家务 这下让学生自己买菜做饭就比较困难 一开始为炒不出可口的菜而苦恼 甚至很不情愿 可是渐渐的 当我在摘菜洗菜的过程中 想到母亲多少年都是这样辛劳的干这些琐碎的家务活 为这个家操劳得白了病脚 粗糙了细腻的双手 学生不禁失声痛哭 此后 学生每天都会主动请教母亲 或者上网查找相关资料 认真学习烧饭做菜 尽心地供养父母亲 做了差不多一个月 终于做出了合乎父母口味的饭菜 吃素久了 父母只喜欢清淡的饭菜 此后学生在家做饭 除非是亲友登门造访 平日给父母做饭都很少放调料 亲所好 儿女当尽力为之 令父母生欢喜 那段时光是学生二十几年最幸福快乐的日子 给学生印象最深的是 2014年元旦回家 学生亲自为父母亲洗脚按摩 在洗脚的时候 学生和父母聊起自己一些故事 并忏悔过去愧对父母之所作所为 保证后不再造 还说了一些发自肺腑 感恩父母护念我 学习传统文化的感言 母亲哭了 父亲在一旁哽咽 一家人是悲喜交加 和父母这样触动心灵的应对 还有很多 每一次为父母做一件事情 都在忏悔自己的不孝 帮助自己洗涤内心的污垢 师长常教导我们 孝养父母要养父母之身 心智 学生才明白 不仅自己要学好 更要利益家庭 在父亲的修学努力下 感化了信20多年基督教的祖母 开始听经念佛 学生也效法父亲 努力的改习器 让自己成为一个乖女儿 两年的修学努力 表哥表姐都开始学习传统文化 并且和父母都恢复了良好关系 此外 今年四月份 外公病危期间 学生从外地赶回家 特地为祖父送金放生 还为老人家洗过一次尿湿的秋裤 在家人的住念中 外公最终往生极乐 虽然外公往生时自己没能赶上 但难得外公给我机会 亲自为他老人家做点事情 心中也便没有遗憾 古大德常讲 父母离成垢 子道方成就 母亲后来告诉我 外公念佛往生后 姨父们都决定断婚吃素 家人们对传统文化更加坚定了信心 父子本来有亲 本是一体 表兄表姐 虽无血缘 本是同根 三年来 家人共同修学 终于恢复家道 子不教 人心坏 家不齐社会乱 无被青年 当直下承担 改过自新 重振家道 以二 痛改习气 远离利欲 父亲常常教导学生 要在格物上很下功夫 学问之道 始于格物 只在痛改习气 学生上小学时 就沾染了乱花钱的奢侈习气 经常把零用钱 用在看电影 打游戏 念到初高中 更是变本加厉 穿名牌运动服 用进口文具 用高级化妆品 买名贵 时装等等 回国后 虽然学了传统文化 但奢侈习气 依旧难以改掉 随着学习 学生反省到 奢侈来源于自己 严重的贪心和虚荣心 并且 丝毫没有体恤到 父母挣钱的辛苦 去年夏天 学生到杭州疑寺院 短期休学 每天上山采茶 挑茶叶 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 有时候要到半夜 有一天晚上 我挑着茶叶 觉得浑身疲惫 瞌睡难耐 就联想到 父母亲工作 会是多么劳累 挣钱多么辛苦 决心 以后生活要节俭 不乱买东西 训简士康有言 简得之共也 耻恶之大也 此后 学生几乎很少穿新衣服 缺衣服了 就捡团体中 别人穿过的西服衣服 在各方面 努力对峙自己奢侈的恶行 自己不仅奢侈 还好义务劳 在寺院休学期间 学生去打扫公共厕所 看到地上 捏了一些污垢 和少许毛发 看着浑身不舒服 种地的时候 要施肥 脸上也皱着眉头 还抱怨 自己怎么沦落到 做这些事情 几次都不想再待下去了 无人可以诉苦 只好自己转念 每每想到 父亲是多么苦心积虑地 教导自己 走到今天 便不忍心退缩 而是勇敢去突破 后来 在便池上 看到顽固污垢时 就想到 那好似自己肮脏的习气 其实 不是便池脏 而是自己的心很脏 从那以后 刷厕所 种地 不再生烦恼 而且 渐渐也生出欢喜心来 种种的突破 都要感恩佛菩萨 帮助自己 反省过失 消除业障 此外 学生在两年中 也借出了邪淫的念头 邵之时 血气未定 借之在色 在美国上学 两性开放 学生也结交了男友 之后更犯下了邪淫重罪 学习太上感应片后 还不真信因果 于是自己的傲慢 得到了严重果报 2014年 学生在寺院中度过春节 本来是很喜庆的日子 时值大年初一 学生却突然发高烧 整整七天都卧在床上 一席记得 第五天半夜 梦见自己被拖到地狱去游历 看到很多人被刀斩 被铁烙 尖叫不止 惨不忍睹 学生吓得不敢出声 头昏脑胀 醒来后 回想地藏经中的经文 顿悟到自己是因犯下邪淫 所遭此果报 就赶忙下床 向佛菩萨磕头忏悔 并且发心不失印证 寿康宝剑一书 学生真是愚痴到 亲身经历惨痛果报 才相信因果丝毫不爽 而后 学生一方面自爱自重 保持威仪和男学长保持距离 更断除结婚的念想 师父上人曾讲过 佛菩萨才是真正爱世人 严福提众生 所谓之情 都是虚情假意 学生坚信这一点 佛菩萨是真慈悲 是真正爱护我们的 所以 学生以此劝勉大家 特别是女子 一定要放下情职 万万不可调以轻心 要端正行仪 端正心念 种种的习气 都是在提醒自己 要努力精进 修学就是看破放下 看破则是断恶修善 转迷为悟 放下乃是老实真干 持戒开慧 现在在学生心中 山珍海味 比不上青菜豆腐 高级西点 比不上白面馒头 子曰 是至于道 而此恶依恶食者 为足与异也 只有真正远离利欲 才有资格做学问 这是学生 还在常常提醒自己的 一句教诲 老师曾语重心长地 教导学生 要想定下心来求学问 一定要先改习气 确确实实 三年来 学生得到一个最大的经验教训 就是 习气改不掉 业障烦恼 常常会使自己 听经 拜佛 昏沉 瞌睡 不能正常地学习 习气不改 被再多经典 只能增长所知障 增长自己傲慢习气 明白了这个道理 就不会走偏 所以 学问 一定要误本 从格物下手 并且 相信自己 相信一切众生 都是 人之初 性本善 饼 坚定 性愿 真诚 发心 师父上人 近几年 一直都在感召 有志弘扬群书制药的年轻人 十年深入 复兴文化 拯救世界 学生 遂发心 自己做这样的人 一者 为报父母 生恩故 二者 为报师长 毁人不倦 广度有情 拯救全家故 三者 为救度众生 脱离苦海故 四者 为往生净土故 回想二十多年的生活 回顾三年来的修学 学生发现 荣华富贵 都是过眼云烟 师长一生 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一生舍己为人 为政法 为众生 学生对比师长的发心 对比老师的发心 都觉得非常惭愧 这几年 偶尔也有过去的同学 见到我 虽然 现在自己穿着朴素 过着清净的生活 可是 这几年 自己的气质和容貌 都有所改变 同学们都说 他们更喜欢 我现在的样子 变得随和温柔 圣教真正会变化气质 这种变化是由内而外的 现在 学生时常能体会到 学而实习之 不易悦乎的乐趣 这是真正的乐趣 过去 过去 吃喝享受的乐趣 都是虚幻的 学生过去 从小到大的同学 大部分都在世界顶尖大学 读书 初一 前排的同学 是东京大学毕业的 同一年级的 也有在英国剑桥毕业的 等等 大家的福报都很大 希望他们也能听闻圣教 现在他们都还在为自己的生计奔波 还没脱离社会名利的洪流 想到大家的苦难 自己就非常警觉 提起使命改 努力改席 坚定信愿 横持初心 前一段时间 听闻师长 准备在剑桥大学 半班教学 学生真心希望 在剑桥的中国学生 都能参与进去 一旦世界名校 兴起圣贤教会 相信世界各地的学校 都会有所响应 丁 结语 三年来 学生做的远远不足 还在改进一些毛病习气 学生不会懈怠 甚至累生累劫的习气很重 必须更加努力精进 才能保持得住 学生一定老实真干 争取做一部活的群书制药 将来回报母校 回报家乡 同时自己又懂得英文 希望将来到全世界随缘弘法立生 圆满父母家人的心愿 和父亲一同演好 父慈子孝 尊师重道 最后感恩师父上人 感恩父母老师 以及所有学长们 在这三年中 对学生的教诲 互念和提息 恭祝大家身心安康 六十吉祥 道业精进 法喜充满 由于学生得博学浅 就汇报这些 言语中有不如法之处 恭请师父上人批评指证 阿弥陀佛 残愧 慎愧下余学生 敬书 顶礼 敬成 敬书 你认不认识 都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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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这里应该学了很久了 问问看 是哪个人 这个后面他的愿望 有更详细的资料 我们可以考虑 这个 说的很有道理 传统文化在英国兴起了之后 会影响欧洲 会影响到全世界 这是一种很值得做的 大好思 真真有志 年轻人 我们希望的条件 她应该都可以拒束 我们希望女同学都不结婚 好好的学习 毕业之后 留在学校当教授 我们 这一生 完全做出奉献 给 下一辈的人 希望下一辈子 下一辈的人 能成就 这是 很殊胜的 这些 愿望 真真有志 这些人也懂 很好 打听一下 才是 拿你的 后面还有没有 我看看 后面还有一分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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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